嘿嘿 憂寒赤心凉的花命名为赤血淋浆 云中子大哥说过 徐血也才能采摘 走啦 走啦 别看了 回去吧 白菜 白菜 坏了 赶紧随我下山 你要折在这儿 不云中子最后可就大了 夫妻 哎呦 我的姑奶奶 这玩意三百年才开一次 难不成你要在这本鬼地方等到死吗 趁你还没冻死 赶紧跟我下山 夫妻 别打败我了 白菜 听话 你 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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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啦 阿高 阿财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怎么变成这样了 阿高 你赶紧把这个喝了 喝下去 你的品就卷好了 相信我 这是什么 真的还好好的 你快喝 你别管是什么 好好好 你先别急 我喝 快喝 快喝 师傅 你干什么 这个你不能喝 我的花蜜 我的花蜜 阿高的止血淋浆 你先去做什么 好大的寒气 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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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计较 只是取一小节的话 应该于心里无碍吧 不如我们先商量一下 你给我一节脚 我给你龙金香 我不想伤害你 白菜姐姐 你怎么了 白菜姐姐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快去找组长 快去 好 好 白菜姐姐 白菜姐姐 你别吓我呀 白菜姐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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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金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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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菜姐姐她人这么好 可不能就这么死了呀 组长 我们去满药救她行不行 没用的 白菜的病不是一般草药就能吃的 白菜姐姐 白菜姐姐 你要坚持住啊 臭小子 今日你命里该绝 虽然我不知道白菜的寒症到底是什么病 但是据我推测 鬼目的尸毒与这寒症十分相似 平时极难察觉 而且这尸毒 应该已经潜伏了一段事件了 哎 小子 上次的矿场里 白菜发的那场病 对 他上次发病的时候 非常凶陷 全身冰冷 身体由内而外 不停地渗出极寒之气 他还是服下了 老爷爷你给的灵药 才勉强压制了下来 哦 那就奇怪了 这丫头凡人之躯 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病症 不对 这丫头绝非凡人 体内竟有莫名神员在游走 只因不知何故被封印 无处突破 才会以寒气冲撞肉身 怎么样了 老爷爷 哦 这鬼目实在是太态度了 对一个小姑娘 居然下这么狠的手 嗯 老爷爷 孔雀组长 你们既然是神族 一定有能救白菜的办法 对不对 失毒凶险 侵入心脉 寒症更是雪上加霜 以我们神隐村 现在的草药跟法力 恐怕也无力回天 难道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是不是 只有你一个人有 世上仅此一块儿 竟然真的是你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跟着阿狗 怎么了 师父 是鬼目的毒皇 我去找大技师 你先回去吧 我看到了 你的眼睛 你 你怎么 你杀了我 白菜 老爷爷 你要干什么 他 他 他就是害死我父母的小杀 你在说什么 我何时害过你的父母 当年我亲眼看到 杀了我父母的神祖大驾 手上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布骨 当年我的布骨 曾经被人偷走过 为了找到这块布骨 我曾经去过你说的那个密室 但是当我到的时候 只有神族大将的尸体 密室内空无一人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从来没有派人去害过你的父母 现在 现在所有 所有人都死无对证 你说不是就不是吗 阿狗 你也这么认为吗 我不清楚你们在说什么 但我可以确定 你刚刚要杀死白菜 那是因为我 原来你这么不相信我 当即使 我不能让白菜陷入危险之中 我先带白菜离开这儿了 阿狗 阿狗 白菜 把你带来神隐村 都是我的错 之前你就想要离开 我没有察觉到你的不安 没有估计到你的感受 对不起 没关系的阿狗 你现在也是进步神速 越来越厉害了吗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 现在 阿狗 阿狗回来了 阿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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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步得很快 而且恢复能力惊人 相信过不了多久 便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了 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天启 什么是天启 天启 是神族才拥有的神力 天启之后 你的修为 便提到新的一个境界 那我天启之后 会拥有什么样的神力 天启之前 没有人可以确定 那哪一种神力最厉害 无色界神力 是最罕见的神力 修炼到最高境界后 可以剥夺三界内 所有生灵的生命 神族唯一拥有这种神力的 就是黑龙 仅次于无色界神力的 是原始界神力 那是借助远古神兽的能力获得的 曾经的新王 就是依靠不死鸟 得到了原始界神力 重创了神祖 接下来便是修罗界神力 可召唤生灵 我的暗杀蝶 便是修罗界神力 其中最可怕的 便是神兽 还有空世界神力 福西大祭师 新月狐 新月魁 还有白龙 拥有的都是这种神力 掌握这种神力 就可以对时间空间有所领悟 而且还能预见未来 原来娘亲把阿狗安置在民间 就是因为她预见了未来 天魁的金刚界神力力大无穷 鬼木的地藏界神力 可驱使独目 紫殿的万象界神力 可借助自然界的力量 还有孔雀族长的长生界神力 可治疗一切伤痛 这样看来 无色界神力最强 那我就要无色界神力 除了黑龙 没有人填起过无色界神力 坐坐坐坐 白菜 身体也好些了吗 嗯 吃了阿狗找来的穷取角 感觉好多了 白菜啊 你的这个寒症 得了多久了 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什么 大概是娘胎里带出来的 小的时候也会偶尔翻病 你体内的寒气啊 让我想起了 一直流传在神域里面的一个传说 神族 神族之间也有传说啊 相传上古神族大战之后 神王黑龙一统三界 之后黑龙就在三界当中 再找一块晶石 传说这块晶石 能够打开蕴藏在洁晶山里面的远古神力 但是黑龙一直未曾获得 直至十多年前吧 这块晶石突然暂时现实 黑龙派出了神将下去寻找晶石的下落 可是最终的结果 全军覆没 而杀死他们的 正是独属于那块晶石的上古神力 今世之灰 我总在的是独属于那块晶石的上古神力